大家好,这里是灵动生活近期的一个新闻 一个人微信里的所有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竟然全部被转走了 经调查发现是他在把手机借给朋友使用的情况下 在短短的几分钟 他的朋友将他的微信打开 以及打开了钱包 然后点击了收付款 同时他立刻将收付款的这个码截图 发给了他的团伙 使用超市经常使用的扫码枪 扫描了一下 结果把钱全部抓走了 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 自己的手机千万不要轻易地借给其他人 否则手机里的钱会非常的不安全 所以在生活当中 大家一定要保存好自己的手机 以及收付款 支付宝和微信的这个收付款 大家轻易地不要泄露 好了,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更多精彩请关注灵动生活 谢谢